大家好,我是中华教育的編輯Stella姐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北京故宮呢? 如果去過,又對北京故宮有什麼印象呢? 不說不知道,原來今年已經是故宮建成的六百週年 而且是故宮博物院成立的九十五週年 但是我今天不是想跟大家說故宮的歷史 我就是想跟大家說說故宮裡面的大怪獸 蛤?大怪獸? 你可能會說,你不要嚇我啊! 故宮裡面怎麼會大怪獸啊? 其實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 就是因為中华教育是今年出了一系列六下的故宮裡的大怪獸 故事就是在說小學生李小宇 因為媽媽是故宮的管理人員 所以他就有很多機會可以在故宮裡面探險 有一天他突然間就在御花園裡面 撿到一隻神奇的寶石耳環 但上了之後他突然間就聽得明白 故宮裡面生活了上千年的怪獸說話 還可以跟這些怪獸一起冒險和他們認識朋友 而且這些故宮裡面的大怪獸不是作者虛構幻想出來的 怪獸的圓形都大有來頭 因為他們是作者搜集了很多資料 從山海經、守神記裡面這些古籍 去找回這些大怪獸的圓形出來 之後再去編寫這本書 如果大家想知道故事裡面更多出現了的大怪獸的故事 就可以看回每張故事後面的故宮小百科 裡面就有更加詳細的介紹了 然後就為大家介紹一下書裡面出現的大怪獸 在最後我會問大家一個問題 只要大家把答案留言、like和share這個post 就有機會獲得很豐富的獎品 包括我們精美的大怪獸襟章 還有隨機贈送一本書 和購買全系列故宮女的大怪獸六五折優惠 是不是真的抵得笑呢? 大家要留心吧! 說到神獸一定不可以不說龍 龍在我們中國神話故事裡面 都出現了不少它的形象 它就代表吉祥、神聖、甚至帝王的象徵 例如在山海經和這個楚辭裡面 就曾經有出現過一種龍 它就叫做應龍 它的能力就是輕雲治愈 傳說它曾經在五千多年前的獨立之戰裡面 幫助皇帝去戰勝癡友 還要在大禹治水的時候 它曾經以美巴黎挖地 引導大海上洪水的流向 令水流入大海幫助大禹治水 大家是不是覺得它很厲害呢? 但是原來在故事裡面 它就被故宮裡面的小動物 誤會是惡魔龍 惡魔龍就是將它和西方那種噴火和象徵邪惡的龍 連起來搞亂了 而且在故宮裡面做流傳一個傳說 每當北京下大雨的時候 就會有一條惡魔龍出現 這條惡魔龍 真的大家聽到都害怕 為什麼會產生一個誤會呢? 而這個誤會又最後如何解開呢? 大家就記得要留意書裡面的情節 另外 原來古人也有龍生狗子不成龍 龍子盛情各義各有所好的講法 但是很多古籍都對龍生狗子 產生了不同的講法 因為龍生狗子 狗這個數目 在中國的意思裡面有很多的意思 所以未必是直接 1 2 3 4 5 6 7 8 9這麼簡單 也可以代表很多的意思 其中一個講法 就說奧語都是龍的狗子之一 不過故事裡面的奧語 就跟我們平時聽開的 鯉魚、若蓉、龍門比較有關係 相傳在遠古時代 黃河裡面的鯉魚 只要可以約過一個叫龍門的關口 就可以幻化成龍飛上天 很多鯉魚都想去試 但是不是很多鯉魚都可以成功 失敗之後 就會被閃電在額頭上畫了一條花 故事裡面的鯉魚 就是好像近乎成功 但是又沒有成功 那種 因為原來它跳錯了方向 而且它偷吃了龍珠 所以就變成龍頭 而餘生的怪物 這個怪物就叫鯉魚 但是不要聽這件事好像 不太幸運 在唐宋時代科具考試 考中電視的進士 就會列隊站在有奧語浮雕的皇宮台階下面 聽取法榜名次 只有狀元才可以站在奧語浮雕的前面 所以就有獨佔奧頭這個成語 現在就用來比喻 佔第一位或者首位的意思 之後想跟大家介紹的怪獸就是皮丘 相信大家多或少也有聽過它的名字 但不知道你又知道它的本領是什麼 皮丘這種在風水上 就象徵著吉祥 還有辟邪振扎的作用 或者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在銀行 或者賭場門口看到他們的雕像 那為什麼呢 原來他們是非常喜歡吃金銀財寶的 而且是指進不出的 所以有這個手材的作用 但是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原來皮丘有癡紅之分 紅就是皮 他喜歡軟望 而且脾氣差一點點 憂就是癡性 他就是慈母的形象 而且善於招財 最後一個登場的怪獸就厲害了 他叫大鵬金翅鳥 是印度神話裡面的一種巨鳥 他的繁語就叫加流羅 在佛教裡面就認為他是護法神的一種 因為他會吞食巨龍 但是隨著越吃越多 體內的毒素就會聚集 到最後就不可以再進食 而且就會很痛苦地上下翻飛七至二之後 飛到金剛鱗山痛苦自焚 這個故事真的有點悲傷 但是在故事裡面 原來他被故宮裡面的龍 誤會了是天敵 所以引起一場鬧劇 要李小玉他們和朋友一起去解決 但其實中國的龍 和印度神話裡面的龍 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以這個可以說是一個大誤會 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文化中 大龐金翅鳥有兩種形象 一種就是半人半鳥的形象 一種就是全鳥形的形象 在半人半鳥的形象裡面 他就肚臍以下都是鷹的形象 頭頂就是大寶冠神情憤怒 有著鷹嘴 而且還有一對翅膀 為什麼我說他厲害呢? 是因為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的 泰國國徽上面 就可以看到大龐金翅鳥 半人半鳥的形象 所以這種鳥 絕對不是作者貧胸列造的 以上就是今天介紹的大怪獸 好了問題就來了 大家留心聽 之前介紹有關於鷹魚的成語是什麼呢? 知道答案的大家就快點留言 有機會獲得豐富的獎品 事不宜遲快點參加 如果大家想留意更多有關大怪獸的介紹 就可以看我們《故宮裡的大怪獸》系列 接下來就會繼續出版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了今天是這麼多 大家掰掰